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标志RCZ是标志308RCZ概念车的量产车型 并且在外观内饰上与概念车达到了高度的吻合 而其代价便是耗费了4年的时间 最终于2011年投放市场 对于标志RCZ的正面造型 相信多数人不会陌生 基本与目前国内销售的2009款标志308CC的前列一致 只是更加宽扁 中网没有了纵向服条 仅保留了横向服条 拉宽了车头的视觉效果 迎合了其跑车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 标志为RCZ 其设计了自动弹起式发动机罩 降低了对行人的碰撞程度 对于一辆跑车 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可见标志在安全方面的用心 流线的车顶 突出的轮煤 以及低矮的车身 标志RCZ的侧面线条 是典型的跑车造型 大角度的C柱 与车位衔接相当顺滑 而圆润的尾部造型 更是营造出紧凑动感的侧面线条 如果车身为深色车漆 那么与车身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 亮银防滚架也是一大亮点 而那条贯穿车门的折线 令下方形成了非常宽大的侧裙 增强了运动感 双气泡波浪型车顶 是标志RCZ最具特色的部分 可选装高光效果和哑光效果的碳纤维材质 这样的设计不仅非常性感漂亮 更是有着高速行驶时 提高下压力和提高车内成员头顶空间的作用 但这也并不完美 非主流的造型也让设置天窗成为了难题 尾部细节设计是RCZ唯一与概念车略有不同的地方 RCZ量产车增加了LED高位刹车灯 增强了道路上的安全性 设计了可以自动和手动调节的隐藏式尾翼 当行驶时速超过85公里的时候 扰流板会自动上限19度 而当时速超过了155公里的时候 它将会自动上限到最大角度34度 下部还设计了分流板 对高速行驶稳定性非常有帮助 概念车的中置双排气管被移到了左侧 此外 尾灯采用了流行的LED设计 夜间效果更加漂亮 而倒车灯和雾灯被设计在分流板中央 RCZ配备的是马牌2354518寸轮胎 并匹配了18寸宽窄相间的10幅铝合金轮骨 对于这辆小跑来说 撑得像是大脚了 内饰片不够运动 2011款标志RCZ的内饰设计 与308CC也基本一致 几乎没有什么跑车味 标志RCZ把中控台三个空桥出风口 中间的出风口设置成为时钟 方向盘设计为GT样式 并且在方向盘下方的亮银装饰上 标有RCZ字样 仪表表盘为黑色 刻度显示更加清晰明了 中间的显示屏尺寸也要比308CC略大 而概念车中的中控台大尺寸折叠液晶屏 和那套带有导航蓝牙等功能的音响系统 在RCZ上也没有配备 运动筒形座椅恐怕是车内看起来最运动的部分 不仅拉风更具有极佳的包裹性 而在舒适性上 RCZ还为其配备了多项电动调节 三级加热以及三组G功能非常实用 而后排座椅无论是尺寸和造型都告诉我们 它并不舒服 所以在量产车上也没有出现后排出风口 在储物空间方面 RCZ还算是有着不错的表现 后备箱的空间比较规整 开口的宽度和高度也都不错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跑车的后排座椅可以放倒 在此情况下 储物容积可以从标准的384升 提高将近一倍达到760升 动力片 标志RCZ搭载的是一款1.6升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1400钻石可输出240牛米的扭矩 而在6000钻石爆发出115000瓦的最大功率 比308CC那台1.6升发动机高出12000瓦 与1.6T发动机相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由于采用了308平台进行开发 所以悬挂系统的形式也和308完全相同 前悬采用麦夫迅式独立悬挂 而后悬则使用较为简单的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 对于一款跑车来说 确实让人有些不能接受 不过只要通过良好的调教 扭力梁悬挂也同样可以拥有比较出色的运动性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